国民党在苗栗的分裂 让民进党迎来 七十二年来最接近 胜选的机会 苗栗一直是国民党天下 民进党从未执政 四年前绿营 礼让五党籍的徐定真 出战县长徐耀昌 徐耀昌拿下 百分之五十七的得票率 顺利连任 二零二零总统大选 蓝绿得票有拉近却被动摇 韩张佩以百分之五十点三二 稳住选情 苗栗是蓝军在西部 因最多的县市 在苗栗国民党最大的敌人 是国民党 前后任县长各用其主 但中东景这方 除了徐耀昌 还有立委陈超明 振钱倒戈 这也让谢伯鸿基本失去 苗栗 竹南 投奔 山海县三个最大票仓 四面楚歌 你没苗栗的 怎么会那么没有水准 怎么会选到一个那么真意 我相信苗栗的乡亲 是很有智慧 他们是看得懂的 我认为这个党派 还是不要太过分 蓝营芒内斗 绿营先互助四成基本盘 为扩大年轻选票 也喊出私下苗栗国的标签 是黑白的对决 是是非对错的对决 执政的整个的经济的发展 通货的膨胀反而抵消了 它可以变天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条件 过去一直是国民党 铁票区的苗栗 碰上欲望相侦 民进党能否余翁得利 让蓝天变绿地 完成七十二年来 首次的政党轮替 让苗栗现场这一役 罕见成为机展焦点 在投资予韩序经营景城 苗栗采访报道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